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更激发了马里居民的惰性 对于马里的这种现状 网友们也只能摇摇头 表示这种生活也太可怕了 就算地下的矿脉够挖个百八十年 挖完了就不用吃饭了吗 不过这种现状恐怕也跟政府有关 当地基本没什么教育机构 人们也不知道展望未来这种说法 既然现在的小日子能过就且过着呗 小伙伴们 你们还见过哪些奇葩的异国风情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